罗杆散料机清洗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 先把下面这个铁片打开 这个铁片先打开 这里这个喉咕菇可以直接拧开的 然后把这个铁片拿掉 第二步 这个开关这样子 打开这边是症状 症状就是散料 散料 然后清理的话 就把它开仿撞 开仿撞的话 这罗杆它会仿着撞 这个料就会下来 然后流到刚才那个口出去 这样子 然后第三步 这条罗杆 可以拆开的 这里喉咕菇可以直接打开 然后整洁拿掉 就像这样子 里边的罗杆 可以整个拿出来 整个拔出来的 拔出来清洗 第四 这个料仓 打开 然后里边可以直接清扫这样子 清扫 刚才那个排料口 就是在里边 就是 什么